大家好,这里是静歌说电影 本期节目我们来说说一位被小品耽误的影帝 范伟老师 时间倒回到2016年金马奖现场 台下高鹏版作 听名金马影帝的共有五位男演员 其中三位早已功成名就 张学友、梁家辉、许冠文 和他们一起同场竞争的便是范伟 在颁奖之前 似乎很少会有人觉得范伟有影帝像 但是凭借不成问题的问题 范伟获得了当年金马影帝 当时许多媒体用的词是暴冷 半路出道 相声起家 成名于小品 这是大众对范伟最直接的印象 但是如果因为这个来说 范伟是演电影的新手 门外汉 那并不合适 除了在小品舞台上塑造的经典形象 在影视剧中 范伟饰演的配角往往是最出彩的 《天下无贼》中 他是要抢刘德华、IQ卡的劫匪 稍等一会儿 我要这个 马大帅中他是虚张声势的 有些可爱的辽西北第一狠人 耳朵大有福中 他是挣扎在贫困县的下岗工人 求求你表扬我中 他是对幸福是什么 有独到见解的民工 私人定制中 他是具腐蚀而不沾的老干部 脑袋大、脖子粗 是范伟先天的招牌 不过他的幽默或者感人 从来不依靠夸张的支起动作 几眉弄眼的表情 或者歇斯底里的呼喊 范伟的厉害之处 在于他可以心平气和的表演 无论是悲还是喜 在各种环境下 范伟的表演总是能够把持着节奏 不急不躁 不紧不慢 不声不响的就赢得满汤菜 风险投资 顾名思义 就是越有风险越投资 没有风险卷不投资 我用人格来担保 这个产品 投资他 太有风险了 特别适合你们这些风险的口味 在生活中范伟却是另外一副样子 在接受采访的时候 他说自己生活当中不是特别幽默 是一个挺认真的人 公众之外的范伟则稍微有些拘谨 不爱凑热闹 最怕和别人聚会吃饭 因为不会喝酒 王志文常取笑他 还给他取了个外号 范小敏 今天我们就来说说刚刚过去的国庆党中 最好酷的电影 《我和我的家乡》中范伟参演的单元 最后一刻 移民到瑞士的范老师因为脑梗塞 引发了老年痴呆 他的记忆停留在当年到旺西村支教的岁月里 所思所想也都是那个时候的事情 为了帮助父亲完成大脑中的拼图 范老师的儿子联系到了旺西村的人 希望能够还原1992年父亲支教最后一刻的原貌 20多年过去 当年贫穷落后的旺西村早已换了心眼 村民们也都过上富足的生活 想要还原成1992年的样子谈何容易 不过在大伙的努力下 还是几乎完美的复刻了当年最后一刻的场景 因此最后一刻是在1992年和当前阶段两个时间点交气 记忆与时间的重叠变换的核心便是范老师 当他回到久别的旺西村 看到假冒自己父亲当校公的雷佳音时 开口便道 我觉得你有点不对劲 众人不禁心惊 难道还没开始就要穿帮了 不成想范老师接着说 你头变大了 尽管雷佳音的大头梗早已耳熟能详 但还是依旧那么好笑 范老师顶着一头白发在讲台上关心每一个学生 躲在墙后面偷看的大人们早已失了眼眶 此时镜头一转 范老师又变成了年轻模样 变得是容颜 不变得是对学生的爱 前后的对比令人鼻酸 尽管还原的非常相像 但是一个孩子把手机带进了课堂 铃声打破了最后一刻的瓶颈 同时也打断了范老师大脑中的拼图 他茫然的走出教室 身边的一切让他觉得很陌生 记忆回到了二十多年前 他冒着雨被学生寻找颜料 一路小跑回到家 拿到了颜料就往回走 担心颜料被雨淋湿 他小心翼翼的用蒲扇遮盖着 中途范老师不慎摔倒 颜料洒满了小盒 他下意识的反应是努力捞起盒里的颜料 站在对面的是那些还懵懵懂懂的学生们 时空再次变换 范老师按照残存的记忆寻找当年走过的路 他在前面走着 跟在后面的不是孩子 而是长大后出息的他们 故事的最后 范老师来到了一座色彩斑斓的建筑前 当年只有黑色笔 却勾勒出彩色校园的小男孩 变成了设计师 用自己的才华实现了当年的梦想 连亲生儿子都忘记了范老师 却一眼认出了面前这个人 就是当年课堂上可爱又有些倔强的小男孩 对他说 江小峰 你的话我看懂了 范老师的背后 正是中国千千万万支教教师的真实写照 他们奉献了自己的青春 三支讲台就是他们的信仰 将满腔热情都庆祝于对学生的爱 他们用自己的力量去发声 去改变 改变了学生的命运 改变了山村的面貌 最后一刻是一部笑点 类点同在 广度深度兼有的好电影 将一位支教教师的奉献 一群人命运的改变 一个农村翻天覆地的变化 乃至整个社会的发展进步都展现出来 其中最为关键的就是范老师精彩的演绎 让我们再次回到2016年金马奖颁奖仪式上 站在领奖台的范围拒紧地扯了扯一脚 激动地说了19个谢谢 他说 我跟导演说过 我们这个电影是一个容易被忽略的电影 我们拍得很淡 我们演得也很淡 特别感谢我们这个评审老师们 对我们这么淡的表演 那么有耐心 那么细心 发现我们的一点妙处 特别感谢你们 谢谢 当今的影视圈 许多小品演员 相声演员都投身到了影视作品的怀抱 凭借喜剧天赋和爆发力 大多能够取得不错的成绩 而范伟的可贵之处在于 用心揣摩角色 他的表演就像工笔素描一样 往往是寥寥几笔 就能够将角色的形神勾勒的呼之欲出 拥有这样天赋的演员范伟 一定可以带给我们更多惊喜和感动 好了 本期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 觉得不错的话 还请点赞支持一下 如果能三连的话 那就更好了 我是静哥 咱们下期见 拜拜